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今天宣布将在全西马开放374个华小临时教师名额 而且将全数吸纳成为华小教师 只要拥有受政府承认的大学文凭 SPM上报考中文而且岁数不超过36岁的人士都符合资格申请领教名额 除此之外 只要是在教育大学或教育系毕业的学生都有机会直接晋级成为正式教师 那些在教育系毕业的 比如说你在马大读教育系或者在我们的OPS系毕业的这些学生 拥有教育系的 那如果成为零教的话我们会马上推荐他去SPP interview 可以马上成为老师他们不用再去上假期视讯班 可以立刻吸纳成为我们华小的老师 所有的名额都是根据各州属需要的零教名额而拟定的 所以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没有占据任何名额 在东马有意当零教的都必须来到西马执教 根据目前的数据剩下的名额仅剩90人 各州属正陆续填满所有名额 目前正缺零教的地方主要为柔佛的笨针古来和新山 今年11月所有申请成功的零教将进入假期视讯班 所以将在一个月前即9月30号截止报名 即使到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填满所有名额 教育部也不会考虑再延长报名期限 有兴趣申请零教的人士可以询问各州的都学 请不吝点赞订阅